欢迎大家收看智库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拜登政府的朝鲜政策 美国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扩大TN签证可以提供帮助 2024年美国选举描述为几十年来最重要的选举 请大家收看 拜登政府的朝鲜政策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这份文件是2024年3月3日举办的一场 CSIS活动的记录 Mirror Rapp Hooper 维克多 很高兴 非常感谢你和Hunger博士的邀请 感谢红主席在这个重要论坛中的领导作用 能够参与这样一场伟大对话 真是荣幸 维克多 茶 谢谢 非常感谢 我知道你的时间很短 我知道你要赶飞机 所以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如果你能为我们回顾一下 拜登政府对朝鲜的战略政策 那将非常好 在你看来 什么是有效的 什么是无效的 这个国家和韩国都非常关注朝鲜问题 所以我们很想听听你的想法 那将非常好 拉普 胡珀博士 当然 谢谢 维克多 我想首先说 在拜登政府 我们一直都非常关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DPRK 就像我们在整个政府任期内一样 作为我们对朝鲜政策的一部分 过去三年 我们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行动 加强了我们在印太地区的联盟结构 确保朝鲜半岛及其周边地区的地区和平与稳定 当然 这是出于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以及无核化朝鲜半岛的至关重要性的清晰认识 我们还一直寻求恢复对话 作为政策的一部分 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对话 没有附加任何先决条件 我想再强调一下最后一部分 没有附加任何先决条件 我们认为 外交和接触 对于任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战略 都是基本的 我们随时准备好 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对话 所以回答你的问题 维克多 这个战略下有什么有效的措施 答案是很多 特别是 我想指出 真正有效的是我们在扩大威慑力方面 所做的新努力 我们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政策的一部分 是以阻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对美国或其任何盟友 采取军事行动为中心 正如你所记得的 去年4月 尹总统访问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 我们宣布了华盛顿宣言 以应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弹道导弹和核计划威胁 现在 美国和韩国在这个华盛顿宣言下更加紧密的合作 以应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威胁 在那次历史性的国事访问中 我们还宣布成立了美韩核咨询组NCG 该组织已经举行了多次高级别会议 直接在我们的联盟之间工作 加强了我们的扩展威慑合作 并为讨论和核战略规划 以及管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对不扩散体制构成的威胁提供了重要渠道 此外 在尹总统的国事访问期间 作为这一更广泛的扩展威慑工具的一部分 我们明确表示 美国对韩国的扩展威慑承诺 得到了包括核武器在内的美国全部能力的支持 我们声明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对韩国的任何核攻击 都将得到迅速、压倒性和决定性的回应 因此 这些双边加强扩展威慑的步骤确实非常重要 但我们不仅仅局限于双边层面的努力 除了在美韩联盟中建立更强大制度化的联系之外 正如你所提到的 总统一直致力于支持与日本更紧密的三边关系 最终在去年8月举行的戴维营峰会上达成了共识 我们正在建立一个在这一框架下持久发展的三边伙伴关系 根据戴维营框架 我们三个国家承诺就影响我们的共同利益 核集体安全的地区挑战 挑衅和威胁进行磋商 包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造成的挑战 这一点在我们三位领导人 在戴维营达成的磋商承诺中得到了明确规定 我们还明确承诺加强三边防务合作 包括在去年秋天举行首次三边空中演习 并实施共享实时导弹预警数据的承诺 以便我们可以更有效地共同应对威胁 这种新的能力增强了我们应对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不断发展的核核导弹威胁的能力 美国 韩国和日本之间的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合作现在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 这一点可以从许多高级别的三边会议中看出 当然 不仅仅是在领导层面 还包括在我们的国家安全负责人层面 最近 我们的国家安全顾问在首尔举行了一次会议 他们还同意加强我们与俄罗斯之间的合作 以应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合作 由我们的国家安全顾问领导 最后 我们三个国家将在2024年担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成员 我们三边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将继续是强调 国际社会解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多次违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的需要 但这就带我到了我们的政策中可能没有做的那么好的问题 我很高兴您问到了这个问题 维克多 当然 我最初提出的政策有多个部分 但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对等性而言 这是我们在拜登政府中没有看到上升的地方 遗憾的是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继续发展 其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弹道导弹计划 完全无视其国际承诺 特别是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没有回应 我们通过多个渠道多次呼吁进行对话 这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 当然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采取了越来越具有挑衅性的行为 最近 它废除了一项朝韩协议 并增加了在边境地区的活动 我们担心 如果双方没有有效的沟通 升级的风险将比必要的要高 我们相信 进行有效的对话 可以在减少这种风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但不幸的是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还没有准备好接受 扎博士 谢谢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警觉的问题 正如你所说 华盛顿宣言 NCG和戴维莹峰会 有助于防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错误判断 但如果我稍微转换一下话题 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在你的视野中 这就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之间日益增长的关系 看起来两国领导人将在今年某个时候完成互访 据报道 俄罗斯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权 获得了数百万发弹药 所以你是否担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可能提供敏感的军事技术作为回报 以换取这些弹药供应 当然还有食品和燃料 但还可能发生什么 政府如何看待这个特殊的挑战 拉普湖珀博士 是的 谢谢 维克多 我们非常关注这种日益增长的合作关系 这种关系发展得非常迅速 正如你所指出的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直向俄罗斯提供大量弹药 以进行其在乌克兰的残酷和非法战争 作为对这种支持的回报 我们评估认为 平壤正在寻求从俄罗斯获得直接的军事援助 包括战斗机、地对空导弹、装甲车辆和弹道导弹生产设备或材料 以及其他先进技术 我们还相信 俄罗斯使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弹道导弹 在这些导弹被使用后 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了有价值的技术和军事见解 还有你提到的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通过销售其弹道导弹和其他弹药获得收入 这些弹药很可能价值数百万美元 现在除了现金之外 俄罗斯还可以通过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更紧密的经济合作 并接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劳工进入俄罗斯来偿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所以这种合作总体上很有可能为该政权提供更多的偿债能力 而且让我们不要忘记 随着俄罗斯继续使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武器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可能会成为世界上其他军事政权获取弹药 武器和导弹的越来越有吸引力的来源 敏感军事技术的转让当然是令人担忧的 俄罗斯还可以以其他方式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支持 继续允许平壤发展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 扎博士非常感谢 所以我知道你的时间很短 你确实要赶飞机 所以让我再问一次 现在是2024年 外交的机会有多大 正如你可能在智库专家界听到的 有些人说 嗯 他们是一个核武器国家 我们可以放弃无核化 试图将他们纳入威胁减少军备控制的谈判 对这些问题有什么想法吗 拉普 胡珀博士 是的 维克多 非常感谢 在回答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之前 我想先看一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合作关系的积极方面 也就是说 虽然这种合作的诊断是严肃的 但美国 韩国 以及我们与日本的三边伙伴关系 在这种合作继续发展的同时 我们并没有停下来 正如我已经提到的 我们的国家安全顾问 在去年12月 在首尔举行了会议 并同意在三个首都都存在的这些非常深刻的关切下 开展前所未有的三边合作 我们现在分享更多的情报 英国数字市场竞争和消费者法案 影响科技投资环境的域外监管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尽管英国政府强调 其脱欧后致力于制定一条 更少干预支持投资的监管路径 但大量类似布鲁塞尔风格的技术监管 正在渗透到英国的立法中 走上布鲁塞尔选择性 前期执法的道路 如欧洲数字市场法案 将会抑制对这一关键行业的投资 而这一行业的健康状况 对于英国提高生产力和降低通胀 至关重要 此外 类似布鲁塞尔的立法 将使用任意设定的门槛 来歧视美国企业 而对本土企业和像TikTok这样的 战略竞争对手不予理会 这将威胁到美英在技术 创新和经济安全方面的独特伙伴关系 考虑到英国数字行业 在2022年创造了近190万个就业岗位 并在2020年为英国经济贡献了 超过1400亿英镑 英国政府在采纳即将出台的 立法实应谨慎行事 背景 2019年3月 英国政府委托的福曼报告得出结论 数字市场的竞争需要新的方法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2023年4月 英国政府提出了数字市场竞争和消费者法案 DMCC 旨在通过确保企业之间的自由和激烈竞争 促进英国经济增长 无论是在线还是实体运营 作为对国内政治压力的回应 该法案是旨在消除不公平行为 促进竞争的更广泛立法和监管框架的一部分 DMCC标志着向更具侵入性的程序转变 监管机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自行决定干预 并作为裁判对待指定企业 而这些企业的程序保护有限 DMCC法案 该法案目前正在上议院等待审议 仍在不断完善中 它正式成立了数字市场单位DMU 这个已经在竞争与市场管理局CMA内运作的团队 将负责促进和监管数字市场的竞争 DMU的核心目标是为了消费者的利益 在英国境内外促进数字市场的竞争 该法案赋予DMU权利 当监管机构确定 企业在至少一项活动中具有实质性和根深蒂固的市场力量时 将其指定为具有战略市场地位SMS 从而为其提供战略地位 DMU将根据一些标准优先考虑SMS的指定评估 包括企业的收入 所涉及活动的特征 以及其他英国监管机构是否更适合审查该问题 SMS指定意味着 这些公司的行为将受到新的强制行为准则的约束 DMU将通过强有力的执法权力支持这些准则 进行促进竞争的市场干预 政府的咨询文件还提出了一种 确定首先进行SMS评估的特定流程 DMU将追求所谓的参与性监管 这是英国立法者认为 可以使英国在欧洲和美国的监管之间 找到一个中间道路的工具 根据CMA的说法 该法案解决了传统竞争法 在保持数字市场竞争 和对未来创新者开放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但与欧盟的监管相比 英国的草案制度并没有规定普遍的行为要求 而是旨在高度定制 灵活 相衬 并以持续建设性的对话为特征 根据一种非常规的互动过程 英国监管机构将与目标公司 被指定为具有实质性和根深蒂固的市场力量的公司 一对一合作 制定可由机构执行的行为期望 CMA将有权要求指定企业对其行为和业务 实施指定的变更 而在欧洲数字市场法案中 并没有提供豁免条款 英国的SMS企业 可能会被豁免某些行为要求 如果他们能够证明 继续该行为对消费者有益 超过违反行为要求 对竞争造成的实际或可能的不利影响 这一被草案中称为抵消利益豁免的规定 给予了DMU在某些被认为是反竞争的情况下 授权某些受消费者喜爱的活动的灵活性 这是一种超越欧洲DMA的一刀切方法的微妙策略 在另一项创新过程中 预计DMU将与其他关键监管机构密切合作 以确保协调和简化监管程序 例如DMU将有法定义务与金融行为监管局 通信办公室 信息专员办公室 英格兰银行和保险监管局 在适当的情况下进行磋商 这种合作旨在处理监管权限重叠的问题 并确保促进竞争的机制的工作 得到知识渊博的监管机构的专业知识的适当指导 该立法强调了消费者利益 并指出考虑数字市场创新的影响的重要性 尽管DMU的核心职责 不包括正式的法律要求考虑创新 但在采取行动 以确保消费者能够实现数字市场创新带来的好处时 DMU将必须积极预测创新的影响 尽管DMCC在某些方面对DMA进行了微小的改进 但其处罚制度与欧盟的对应法案一样严厉 为了确保可预测的资金 DMU的活动将由财政部提供资金支持 通过对SMS企业预计仅为美国企业 进行新的不合规罚款来部分收回成本 CMA将能够在没有法院命令的情况下 确定是否侵犯了消费者法 并对公司处以高达年度全球营业额10%的罚款 对于像苹果这样的美国科技巨头来说 一次违规行为可能会导致超过380亿美元的罚款 相当于该公司年度利润的三分之一 SMS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 也可能因为违反消费者保护规定 而被个别罚款高达30万银磅 此外 CMA还可以要求企业 在改善合规性的同时向消费者提供赔偿 该法案的解释说明中对数字市场的定义不够明确 它被定义为企业开发和应用新技术 为其他企业和消费者提供利益 或者利用数字能力创造全新的产品和服务 以新颖的方式连接用户群体 在数字市场中运营的企业的例子 包括社交媒体平台如Meta Facebook和X 原Twitter 在线市场如Ebay和亚马逊 以及其他科技驱动的企业 如Alphabet Google和苹果 草案中规定 CMA可以禁止企业对待自己的产品 比其他企业的产品更有利 自我优先 应用歧视性条款和不公平使用数据 在受监管活动方面 缺乏明确定义的情况下 CMA在对美国企业进行监管时 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尽管英国政府将DMA描述为支持创新 但CMA对其广泛授权的解释 将决定这一主张是否有任何真实性 特别是考虑到企业对CMA决定的上诉能力 可能会受到限制 DMCC还将赋予 CMA在与英国联系有限的并购案中 反对并购的重大权力 这一监管方面 似乎针对所谓的杀手收购 即收购方是英国的重要参与者 并且似乎是为了预防竞争 而收购一家公司 具体而言 当并购任何一方在英国供应某种商品或服务的份额 达到33%以上 并且英国营业额超过3.51英镑时 CMA将有权介入 在大型科技公司的世界中 这两个门槛都非常低 例如 谷歌是搜索引擎市场份额的领导者 根据拟议的DMCC 谷歌将被要求向CMA报告几乎所有的并购交易 无论目标公司是否从事数字活动 或在英国有任何业务 结论 2023年6月 美国和英国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西洋宣言 承诺建立一个新的经济安全框架 涵盖在关键和新兴技术上更加紧密合作 优先利用技术突破 推动广泛共享的增长 并探索加深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的方式 也许由于拜登政府反对美英自由贸易协定 英国现在似乎正朝着与美国合作减少的方向发展 尽管欧洲继续为科技行业构建一个强硬的监管环境 但在缺乏与美国的合作的情况下 这可能不是对英国来说最好的道路 英国应该更倾向于制定能够促进西方科技行业发展的政策 公平地说 DMCC在某些方面改进了欧洲的对应法案 包括引入了抵消利益豁免 放弃了全面的一刀切规定 采用了更具针对性的方法 并要求各监管机构协调一致 然而 将如此大量的权力交给一个单一的监管机构 并且缺乏制衡 必将改变英国数字企业的商业环境 对英国作为科技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产生严重影响 这些重大变化应该经过慎重权衡 并谨慎地加以限制 特别是对于英国的企业家来说 他们可能会发现波士顿或硅谷的监管环境更加宽松 Meredith Broadband 是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商务学院 Show Chair的高级顾问 非常助 Meredith Broadband感谢 John Strassowski在本评论中提供的有益研究贡献 美国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扩大TN签证可以提供帮助 詹姆斯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 美国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尤其是在建筑和农业等关键行业 这主要归因于过去四年COVID-19对经济的影响 但人口结构的巨变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例如 人口增长正在放缓 过去十年 美国的出生率大幅下降 该国人口也在老龄化 而且速度很快 到2060年 将近四分之一的美国人将年满65岁 随着婴儿朝一代快速退休 该国将越来越依赖移民来维持年轻和积极的劳动力 通过边境允许更多移民将有助于促进该国所需的有能力的劳动力 但这一前景在立法者中越来越不受欢迎 至少在许多从采取强硬立场反对移民中获得政治利益的立法者中如此 我们的经济依赖移民劳动力 但是 关于当今美国劳动力的一些事实 应该让我们的政治家们停下来思考 尽管国会在移民改革问题上陷入僵局 并对移民在美国经济中的作用 以及有无永久合法身份的移民存在普遍疑虑 但美国劳动力市场依赖于大量的非公民 包括持有就业授权签证的临时工和非法工人 以推动经济发展 这些人还包括该国的1270万永久居民 他们虽然不是公民 但可能有资格获得公民身份 首先 该国雇佣了数百万非法进入 或居住在该国的移民 根据某些统计 美国有多达1057万人没有合法身份居住 其中大多数是劳动力 此外 数百万非公民 获准通过童年入境暂缓遣返 和临时保护身份计划或庇护法工作 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人通过各种签证合法就业 包括持有H1必签证的高科技工人 持有H2A和H2必签证的季节性工人等等 总的来说 这些工人填补了各种行业的关键空缺 并推动了创新 他们在2016年为美国经济贡献了2万亿美元 在2018年缴纳了近5000亿美元的州 地方和联邦税款 换句话说 美国已经依赖于大量既不是公民 也不是永久居民的工人 但他们对我们的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 也许应该相应地得到回报 TN签证已经显示出奇效用 一组临时工人通过一种常常被低估和忽视的签证 参与美国劳动力市场 但该签证已经被证明是高效和方便的 TN签证 TN签证是1994年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一部分 并在2020年 被纳入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 它迅速成为吸引有才华的专业人士 和技术工人来美国的关键途径 这部分是因为 TN签证容易获得 比其他签证便宜 可以无限期续签 并且没有其他签证那样 按国家或总数设定的限制 问题在于 它只能由加拿大人和墨西哥人获得 并且只包括63个职业类别 尽管存在这些限制 TN签证已经显示出奇效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 数十万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工人 利用该签证在美国获得临时就业 填补了往往被忽视的工作力量缺口 因为授权的非公民工人占据了这些职位 该签证极大的汇集了美国的企业和行业 但它为美国关闭不断增长的工作力量缺口提供的途径 以及北美劳动力市场的合法有序整合 却往往被忽视 扩大TN签证将有助于填补不断增长的工作力量缺口 TN签证仍然有望填补美国关键的工作力量缺口 以促进秩序和法治 该国正在经历重大的人口结构变化 在国会不愿意开放新的签证类别的情况下 扩大TN签证可以为美国经济服务 同时帮助以对非法移民感到担忧的人们的方式 整合北美劳动力 这也将使雇主和工人更容易找到彼此 几乎不需要政府干预 国会应该扩大符合 TN签证资格的专业人士的类型 如果这在政治上行不通 应该通过监管重新解释签证类别 包括更多的职业和技术能力 这将在未来几十年给美国劳动力市场 带来所需的推动力 并帮助使我们的劳动力 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劳动力 因为它与北美其他地区的劳动力 融合得很好 美国经济仍然是世界上 最具活力的经济体 其国内生产总值 在2021年增长了5.9% 在2022年增长了2.1% 在2023年增长了2.8% 但美国劳动力市场将需要更多的工人 国会不太可能通过移民改革 来提供这些工人 因此 我们只能利用我们已经拥有的签证类别 而TN签证既为充分利用 又是对工人和雇主最有利的签证之一 应该更多地使用它 政策制定者和政府应该寻求TN签证 以促进竞争 为北美的人员流动带来更多秩序 并推动继续整合美国和墨西哥 劳动力市场的努力 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反战派 尚未找到自己的声音 卡内积基金会 2024年2月8日 克里尔大主教确认了一项教会法庭的命令 将知名牧师阿列克谢·乌明斯基解职 乌明斯基在莫斯科附近任职 他被处罚的正式原因是 不服从教会的等级制度 但实际上 他之所以成为目标 是因为拒绝支持俄罗斯东正教会 在对乌克兰战争中 对莫斯科的政治支持 他的案例 只是许多东正教牧师因反战信仰 而受到打击的案例之一 乌明斯基因 拒绝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胜利而祈祷 而招致教会的愤怒 此前 这位牧师曾以专业身份 拜访被监禁的大亨米哈伊尔 霍多尔科夫斯基 公开支持被捏造性侵指控 定罪的历史学家尤里德米特里耶夫 并敦促当局 让已顾被监禁的反对派领导人 阿列克谢·纳瓦尔尼 接受医生的治疗 并未参与过政治活动 或参加过街头抗议 乌明斯基作为一位精神导师的 无可挑剔的声誉 并不能拯救他 克里尔大主教 完全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视野 任何对战争不明确支持的态度 在他看来 都是对个人的侮辱 他担心反战牧师 可能会在克里姆林宫眼中 使他丧失信任 并危及东正教会 与国家的密切关系 根据在线项目基督徒 反对战争的数据 来自俄罗斯东正教会内部的 28名牧师 因反对战争而受到惩罚 还有来自立陶宛的6名牧师 白俄罗斯的5名牧师 和哈萨克斯坦的1名牧师 虽然大多数牧师 只面临内部纪律程序 但一些人还被俄罗斯法院 处以罚款 在2014年乌克兰冲突爆发后 克里尔允许俄罗斯东正教会的牧师们 在每次礼拜结束时 祈祷结束内战 这个祈祷很简短 没有提到和平 但也没有提到胜利 然而 在2022年 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全面入侵几天后 一份名为恢复和平的祈祷的新版本 开始在教会中传播 他提到了神圣的俄罗斯及其敌人 请求上帝否定和挫败那些 对神圣的俄罗斯动武的计划 然后 在2022年9月 俄罗斯宣布部分动员后 克里尔又推出了这个祈祷的第三个版本 在第三个版本中 他呼吁上帝起来 帮助你的子民 并通过你的力量赐予我们胜利 这个与战争有关的祈祷的最终版本 已成为俄罗斯东正教牧师的可靠性 和对克里尔的个人忠诚的试金石 教会的逻辑是 拒绝在每次礼拜结束时 说这个祈祷的牧师 违反了他们在晋升之前 发誓服从教会规则和等级制度的誓言 然而 誓言与支持战争的祈祷之间的联系 最多是牵强附会 教会的章程文件中 没有任何地方授权大主教 单方面调整礼拜事宜 相反 新的礼拜文本 应由教会的礼拜委员会提议 并经盛会批准 在涉及与战争有关的祈祷时 这个过程从未被遵守过 一些对这个祈祷不满意的牧师 试图改变他 通常是将胜利一词替换为和平 这似乎是一个无害的修改 但在2023年5月 约翰·科瓦尔成为第一个 因修改文本而被解职的牧师 实际情况因地而异 一位村庄牧师告诉我 他的主教非正式地允许 他读一种替代的祈祷 但两位西伯利亚的牧师 和一位远东的牧师表示 这个祈祷是强制性的 他们的遵守情况 受到高级牧师的监督 也许出乎意料的是 在东正教会内 信徒在战时的作用有所增加 这不是因为回归公共原则 而是因为他们通过举报的威胁 对牧师产生了影响 反战牧师越来越担心自己的教友 他们只能在信任的教友面前 拒绝说与战争有关的祈祷 更不用说祈祷和平了 几乎所有受到教会纪律处分 或解职的牧师 最初都是由他们的教友举报的 2022年3月 服务于莫斯科外的 科斯特罗马地区的牧师约翰 布尔丁告诉只有10个人的教重 他正在为乌克兰的和平祈祷 两个小时后 警察来到教堂 他被指控诋毁武装部队 布尔丁继续在社交媒体上批评战争 并拒绝说大主教的祈祷 最终 他被禁止主持礼拜 伊利亚 加夫里什基夫也是一位 被教友举报的牧师 加夫里什基夫的主教 在一次礼拜中亲自面对他 迫使他在包括举报人奥列格 查列夫在内的教众面前忏悔 查列夫将这一切都拍摄下来 对于那些没有替代职业的牧师来说 面临教会纪律可能并不是一种可怕的命运 他们通常有需要养家糊口的大家庭 并且与教会紧密相连 被解职通常会引发身份危机 前牧师还可能被征召入伍 因为他们不再受到与国防部的教会协议的保护 还有刑事指控的威胁 即使在战争之前 许多在2019年签署支持反对派抗疫者公开信的180名牧师 也引起了安全部门的注意 他们进行了调查并查阅了他们的人事档案 有些人被警告说 所有公开活动 包括在社交媒体上的活动 都在被监视 我们知道 至少有一位牧师 因在2022年签署反对战争的公开信 而成为安全部门的目标 格列夫 克里沃射因 他被迫支付了一笔小额罚款 对于那些试图离开俄罗斯的牧师来说 加入另一个东正教会并不容易 这需要大主教签发并经盛会批准的文件 有效期仅为三个月 因为他们反对战争而失宠的牧师 不能指望教会的等级制度来帮助他们 这意味着 在入侵后 逃往格鲁吉亚或塞尔维亚的牧师 不能简单地加入当地的东正教会 因为后者与莫斯科有密切联系 然而 军事坦丁堡牧手认为 他们有权恢复被错误解职的牧师 莫斯科与军事坦丁堡之间的关系 自2019年后者批准乌克兰东正教会的 创建以来一直紧张 而在全面入侵后 后者对战争的看法与西方一致 因此 一些俄罗斯牧师转头军事坦丁堡牧手 作为一个集体 这样做更容易实现 例如 在2022年3月 阿姆斯特丹的一个俄罗斯东正教堂区 脱离了莫斯科 被军事坦丁堡接纳 然而 这样的情况寥寥无几 军事坦丁堡也没有能力 帮助逃离俄罗斯的牧师 重新定居到欧盟或美国 即使是军事坦丁堡所在国土耳其的签证规定 也不会让俄罗斯人 轻易永久定居那里 搬到亚美尼亚 格鲁吉亚 塞尔维亚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俄罗斯牧师不必担心签证问题 但他们不能担任牧师 必须找到世俗工作以至有牧师当出租车司机的案例 公平地说 俄罗斯东正教会内部有很多反对战争的人 包括牧师和信徒 至少 在支持战争和反对战争的人中 比例与整个社会相同 其中一些反对派是自由派 而其他人是保守派 他们都希望教会生活恢复正常 并免受政治化的影响 在普京总统和克里尔大主教离开舞台之前 教会内的反战派 很可能只能进行小规模的抵抗行动 但宗教也可以影响公众对战争的态度 毕竟 基督教是一个人身份的一部分 是同情心的基础 也是决策的道德指南 作为社会和文化现象 俄罗斯东正教不会消失 然而 目前俄罗斯反对派圈子中 没有对宗教进行有意义的讨论 海外的俄罗斯牧师也没有联合起来 无论是进行短期游说 还是推进长期愿景 流亡中的俄罗斯牧师和教友面临选择 他们可以无所事事 逐渐同化 他们可以继续被束缚于 对权力和金钱的鼎鼎膜拜的传统中 并扮演一个或多个反对派团体的意识形态仆人的角色 或者他们可以成为更广泛的反战 亲民主运动的一部分 并确保宗教信仰的俄罗斯人在国家的未来中发言 加州人如何考虑他们在超级星期二的选票选择 卡内基基金会 许多专家将2024年美国选举描述为几十年来最重要的选举 这些利益正占据加利福尼亚人的心头 因为他们将在3月5日投票 这也被称为超级星期二 届时15个州和一个地区的选民将在总统初选中投票 加利福尼亚选民还将就美国参议院选举 联邦和州立法选举 州提案以及地方选举和选票措施发表意见 以下是加利福尼亚人的一些背景态度 以及初选投票中需要关注的内容 首先 加利福尼亚的选民如何看待即将到来的选举 根据我领导的加利福尼亚公共政策研究所 PPIC2月份的调查 84%的人表示 参加2024年选举非常重要 13%的人表示有些重要 3%的人表示不太重要或一点也不重要 各个人口统计和党派群体以及地区的多数人认为 参加2024年选举非常重要 然而 只有40%的人对美国的民主运作感到满意 其中5%非常满意 35%有些满意 相比之下 37%的人不太满意 24%的人一点也不满意 在各个党派和人口统计群体以及周遇中 满意的人不到一半 此外 68%的人表示 与5年前相比 美国的民主运作变得更糟 加利福尼亚人对美国民主的看法 与他们对两极分化的看法有关 76%的人认为 乔·拜登总统和美国国会 在未来一年内将无法合作并取得很多成就 各个党派和人口统计群体 以及地区的多数人都持悲观态度 加利福尼亚的民主创新将在3月初选中成为焦点 加利福尼亚选民批准了一项两党制初选制度 以便所有选民都可以在周级选举中投票 而不考虑党派隶属关系 选民还批准了一个公民独立选区化委员会 以结束选区划分不公 从而导致更具竞争力的立法选举 加利福尼亚立法机构实施了自动选民登记盒 向所有注册选民发送邮寄选票的措施 以增加登记盒投票率 最后 加利福尼亚拥有一套直接民主制度 选民通过公民提案来决定公共政策 根据PPIC在9月份的全州调查 有68%的选民表示 他们对自己所在州的选举过程非常有信心 40%或相当有信心 25% 加利福尼亚是一个蓝色州 22百万选民中有47%注册为民主党人 24%注册为共和党人 自2006年以来 共和党候选人尚未赢得过州级选举 但加利福尼亚在北部和内陆地区 有明显的红色地区 与这一形象相悖 该州还有几个地区 没有任何党派的主导地位 尤其是在中央山谷 内陆帝国和城县圣地亚哥地区 这些紫色地区的初选结果 将受到密切关注 这些地区也是竞争激烈的 众议院选区的集中地 2020年 加利福尼亚有600万选票 投给了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超过了其他任何州 根据PPIC的2月份调查 64%的共和党选民表示 他们将在封闭的共和党总统初选中 投票给前总统 在候选人退出竞选后 特朗普的支持率有所增加 如果他的支持率超过50% 他将赢得超级星期二上 加利福尼亚州的所有共和党代表 当被问及可能的拜登和特朗普之间的11月份再次对决时 加利福尼亚的选民表示 他们将大幅选择拜登55%对32% 这一发现与2020年的选举结果一致 在美国参议院初选中 亚当 西夫和凯蒂·波特均为民主党人以24%和19%的选票领先 史蒂夫 加为共和党人以18%的选票紧随其后 他们都在戴安娜 范斯坦曾经担任的席位上竞选 两位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将在11月份的选票上角逐 民主党选民支持西夫 而共和党人支持加为 独立选民则存在分歧 这场接近的两党竞选的初选结果 是单一党派竞选 还是党派竞选将受到密切关注 尽管这个美国参议院席位 很可能仍然掌握在民主党手中 但这场竞选对11月份的党派投票有影响 可能会影响到下层选举 作为加利福尼亚两党制初选 受到青睐的一个指标 62%的人对参议院初选中的候选人选择感到满意 包括各个人口统计群体 和地区的多数人 加利福尼亚拥有52个众议院席位中的40个席位 目前由民主党人掌握 在一些竞争激烈的选区的结果 可能有助于决定一个分裂的国会的控制权 61%的选民表示 他们将在11月份的地方 众议院选举中投票给或倾向于民主党候选人 而36%的选民将投票给或倾向于共和党候选人 在库克政治报告中列出的10个竞争激烈的选区中 民主党候选人的优势缩小到54% 而共和党候选人的得票率为43% 中央山谷的第13选区目前由共和党人掌握 呈现的第47选区目前由民主党人掌握 这两个选区都是该州最具竞争力的选区之一 这些初选的结果将受到密切关注 作为今年秋季可能翻转的众议院席位数量的早期指标 在超级星期二 加利福尼亚选民还将就解决无家可归问题的政策方案发表意见 这是该州最严重的挑战之一 59%的选民表示 他们将在提案仪上投赞成票 该提案包括超过60亿美元的债券 用于建设精神健康治疗设施 并提供州资金用于建设支持性住房 以帮助解决无家可归和成瘾问题 作为加利福尼亚直接民主制度受到青睐的一个指标 四分之三的人表示 对提案一的投票结果需要多数票通过 对他们很重要 选民投票率是2024年的政治变数 无论是在加利福尼亚还是全国范围内 两者都显示出所谓的热情差距 约40%的加利福尼亚选民表示 他们对今年总统和国会选举不太 或一点也不热衷 有多少选票被投出 以及由谁投出的选票 将让整个国家 从一个致力于增加选民登记和投票率的周中 提前了解选民参与度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6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